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在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我们要带您了解 飞机上是怎么杀死空气中的病毒和循环流通的呢 其实他们是使用了一种医疗等级的高效滤网 里头构造密密麻麻像树丛一样 可以有效拦截细菌病毒 而位在天花板的出风口 还有地上的排气孔 则是可以让新鲜空气不断的循环流动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背后的原理 一人一边 两人作业 这台18公斤重的HEPA绿网 就是飞机上的空气清淨机 透过它 能让密闭的客舱 空气维持清新 更能绿掉所有围城细菌 包括可怕的新冠病毒 说它是机上的防疫尖兵 一点也不为过 里面就是数字状的结构 这个数字状的结构有非常好的能力 包含了经由碰撞 经由拦截 经由这种 我们叫做扩散 尤其是对病毒的扩散 它会跑到绿网上面 HEPA是一种高效率 空气微粒子过滤网 至少能过滤99.97% 直径大于或等于0.3微米的病毒和细菌 包括晶圆厂的无城市 医院负压隔离房或手术室 都用它来净化空气 过滤原理不只是挡掉比绿网孔径还大的污染物 而是透过一层层纤维 高密度交织 拦截病毒 撞击病毒 甚至让空气中悬浮跳动的病毒 彼此吸附 藉此统统抓住 它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这种物理学上的繁德瓦力 那这种繁德瓦力也可以造成这个粒子跟粒子之间产生这种吸附的情况 那这种吸附的情况也可以加大它的一个力量 那当然就可以被这个滤网的机制来做一个过滤 滤网就像一个森林一样 那个滤网虽然你看滤网一定有一定的厚度 那厚度里面它有很多很多层的滤子 了解吗 每一层滤子里面 你在那个高倍率的电子显微镜上面看 就像一个树枝状的树桶一样 专家解释可以把HEPA滤网想象成一棵大树 从上往下丢一棵石头 交织的树枝就算第一层拦不到 第二层第三层总有一层能把石头拦下 不过飞机上的空气又是怎么循环的 答案就在飞机的引擎也就是发动机 首先引擎会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 加以冷却 再抽进机舱内 流动时部分使用过的空气会排出一些到机外 剩下的则经过HEPA过滤之后再循环利用 如果从横剖面来看 新鲜空气是经由天花板的空调 进入客舱流经旅客周围 再从地板附近的闸口部分排出过滤后再循环 如此一来机舱内的空气就能不断被更新 大概每两到三分钟之后 整个机舱的空气都会完全被更新过一遍 所以机舱里面的空气其实是相对而言非常干净的 不过HEPA只是把病毒细菌挡下 可没办法杀死 所以滤网需要定期更换 否则会成为病毒资深的温床 更会影响空气品质 空气不会直接到这个滤网那里 一定要有风车嘛 有风车嘛 里面有风车嘛 对不对 你如果滤网脏了 风车的压阻就越来越大嘛 后来你没有吸不到风了嘛 最主要就是风量变小的时候 你就要换滤网 但HEPA也不是百分百能过滤病毒 加上落机舱内有代言者 空气中的病毒仍有机会传染 更别提餐桌 置物柜 厕所手把等接触感染的风险 因此科技在先进 旅客搭机 仍需保持警觉 做好自我防护 才能不让病毒找上升 百分之处 平民主书